早上 怎么有咸淡黄的味道 我能不能再点一杯啊 行啊 要几杯都可以 《私准备》 《麻痺いる面》 《准备》 《燃火》 《不混亂》 您可送了 对吧 出了什么事啊 你怎么哭了 关你什么事 我酒酿太好吃了不行吗 吃着普通的酒酿 有什么好吃的 怎么就普通的酒酿了 你吃过吗 你不知道食物的味道 和人的情绪 有很大的关系吗 自己多了不起 做个饭 两重草香味 你说什么 你是那个女猜 怎么 以前没人说过 你做饭难吃啊 你是第一个 但是他们对你太客气了 等等 我想请你做我的导游 三天 带我吃一下这附近好吃的东西 三天我给你一千块 你是不是嫌钱少啊 要不这样 一天一千 大哥 你钱多得烧得慌呀 你不请那些大叔 你请我干什么呀 你就当成是我钱多吧 而且我不喜欢那些大叔 他们脑子里条条框框太多了 儿女不一样 也不但喜欢吃东西 而且现在看起来有空 拜你所思 我现在特别空 能一天一复吗 能 可以 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条件 明日早上八点 亮社酒店门口见 不见不散 记住 别迟到了 好 好 江先生回来了 怎么样 独自探店 成果如何 很好啊 收获非常大 不过对不起啊江先生 我被拉黑了三十多次 被骂了十几次 还是没找到你蔡小姐 人不用找了 我已经找到了 意思 明天我不回上海 我得考察一下这个人 这人是谁啊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就是那个在我房间 睡着的实习生 那个喝麻烦水的女孩 是啊 上天直接把我要找人 送到我房间里面来 这也算是天意吧 对吧 李燕 对 这是缘分 可是这个人不仅不是厨师 还擅闯你的房间 不守规则 就算未决再领你 那也不能收啊 其他东西都可以后天培训 舅舅未决是天赋 这样人才 可遇不可求 我好 别爱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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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快中午了 那不是因为路上 也不是很堵车啊 不就把他那么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钟呢 今天先这样 明天绝对不可以 好的 林小姐 我说不可以 是真的不可以 再有点心思来 我们不好一起工作 对不起 我明天一定早点来 明天没亮 既然没洗床的时候 我就知道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 这三天是他对我的考验 这个考验 决定了我医生的命运 这儿 你等我一下 来 好吃再来啊 谢谢啊 那给我两盒定生糕 好的 来吧 早上起来吃个定生糕 有个好兆头 我不要 我讨厌天使 怎么了 你觉得吃天使 没有男子气感 你闻闻 这是糯米香 而且这里边的豆沙馅呢 不是一般的豆沙馅 是五种豆子磨成的 我讨厌天使 用给你写下来吗 安全带记好 走了 这边 你这一杯呢 叫苦却东南飞 我这杯叫 一去天涯忘不回 请慢用 谢谢啊 怎么又来了 我说过我想吃的是食物 不是名字 给人这食物起个好听的名字 怎么了 你这个人呢 就是岁数大 成劲也多 一早起来脾气还不好 你说我没有 你这杯呢 本来杭州人讲究喝绿茶 但你没吃东西 喝绿茶就太利了 所以给你点了水果 还有柠檬茶冷泡的饮料 省了一会儿饭地月糖 你那什么 我这个 甘菊普尔 我得姐姐姐那定胜膏的腻 一会儿好吃别的 这点心看起来不错 再弄几分来 我学什么都 吃吧 吃吧 这个呢 是香葱丝糠 这个是牛舌饼 应该是北方的 这个是四川的 那个什么 椒盐桃酥 吃 我吃 怎么有咸淡黄的味道 我能不能再点一杯啊 行啊 要几杯都可以 莫言 哎 你什么时候发现 你有两二味学养的一个 这个应该算是因祸得福吧 像初一那一年 我为了挣到两百块钱的奖金 给妈妈买收入的蛋糕 参加了一个吃辣椒比赛 一口气吃了十四颗世界上最辣的木桂椒 里面有 得了第一名 但是也突到不省人事 行 还好有一个我的同学 碰巧也在场 柠檬 把我送了医院 会因此跟她认识了 香果 出院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味觉 绿茶 居然比之前凌云的一万倍 怎么还有墨水啊 你们谁 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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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故事都还是挺神奇的 那我问你 那你对所有味道都很敏感 基本上是 只要是我尝过的东西呢 我都能辨别得出来 不过有一个东西 我始终没尝出来是什么 什么东西 有个家我特别爱吃的烤鱼 他们家那个鱼里有一种调味料 我始终都没想出来是什么 那行 你带我去试一看 我们晚上得去吃哪个 他们那儿呢 只有晚上在开门 行 楚天要在上海开分店你知道吗 我知道 同时我都开过了 他可能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上海又不远 你想去上海吗 你以前常吃这些小吃啊 你以前常吃这些小吃啊 是不是挺正常的吃的吧 天生 来 你没吃过啊 你头一回 你头一回 好 好吃吗 吃的挺好吃的 来 你的 谢谢老板 多少钱了 老板 十二块 找二维码 喂 怎么了 喂 老练 你那个面试到底怎么回事 别提了 你现在跟谁在一块呢 我跟你说 这事说来话长 走吧 姜先生 我有一个朋友 他想跟我们一起去吃烤鱼 你介意吗 介意 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我本来想说服说服你的 那你说服试试 就是他是我一个关系 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当年就是他送我进的医院 所以 你现在的工作 非得要现在吗 怎么去这家店 只有他 他对你来讲很重要 那行 立即去吧 谢谢你啊 姜先生 其实我跟你说我那朋友 宋依然 这个是姜先生 你英国的祖祖客呀 你好 你好 大人物 一会儿路途比较远 你能跟上吧 行 咱们出发吧 老林 上车 前天先不坐你车了 那会儿 他今天是我老板 我得坐他的车 再说了 他那边到时候丢了 找不到路更麻烦 你先过去啊 我跟上你就说 好吧 从认识他的第一课起 他就老是一副心事重重 不好相处的样子 像个大瓶块 非常低气压 那时的我 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还一无所知 不好意思啊 在这事上习惯了 嗯 护士有没有觉得 现在有一点安静 想听一点歌呢 没有